前方白色轿车飙速蛇行 而且左车身还不断冒出火光 车头都已经毁损 但驾驶就是不愿意配合拦减 逃了好几公里终于被逮到 陶近平远景上前将驾驶压制在地上靠台步 事情就发生在26号清晨5点多 这名34岁徐姓驾驶从台北开车到桃园找朋友喝酒 却突然刺撞电线杆 远景在中正路巡逻看到赶紧上前拦查 驾驶担心酒侧直超标于是高速逃逸 从中正北路往炉珠方向逃逸又绕回桃园市区 接着大新路右转大夜路时 因为转弯弧度太大撞倒对象的女骑士 造成对方双腿骨折身体多处擦伤 但更夸张的是驾驶完全不管机车卡在车头 还是继续逃窜 好几辆警车立刻包围追逐大约9分钟将驾驶拉下车 结果实施酒侧0.09没有超标 但却因为公共危险加上肇事逃逸遭遭送办 另外在高雄也是有人拒绝盘查逃离现场 男子拔腿狂奔连安全帽掉了都不管 但再怎么跑还是被警方压制在地 26号晚间8点多高雄岗山屈西东路 有远警发现这名29岁代姓通气犯 骑机车停的红灯朝越停滞线 男子担心通气身份被发现趁机逃跑 但还是被抓了回来 全案依妨碍公共通气及妨碍公共现行犯移送法办 以为自己跑得够快就不会被抓到 最终还是难逃罚望 TVBS新闻林志伟 陈佳童 桃园高雄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